哈喽 大家早上好 现在刚好八点钟 今天上午去平山湖大峡谷 然后下午去那个七彩丹霞 现在我们等师傅来接我吧 那么现在到了平山湖大峡谷 出门左前方检票大厅乘坐请去到发车 17公里的百游马路会到达1号观景台这个位置 下车以后依次游览参观1号2号和3号三观景台 三观景台参观游览完有两条路线可以下到谷底 谷底呢是景区的核心一点 这一段啊 这一段在峡谷上面 这一段在谷底下峡谷的第一种方式呢 需要大家全程逐步自己走 1号走到2号远路返回 走到3号走到峡谷路口 这一段下山路啊 走下来有些地方比较陡 这地方比较窄 注意安全啊 下来参观十三十四 参观完呢 一直往里走 顺着加瑟站到上来到4号 然后返程就行了 徒步路线全程需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直线距离是6公里左右 6号到12号 这半个峡谷是去不了的 比较轻松的第二个路线 12公里的探险越野车加骆骆骆骆车是一个优惠套票198元 我这个平山湖大峡谷昨天在网上买的80块钱 然后他要提前一个小时买的 我们去走观光车了 直接上是吗 现在这里是1号观景台 从这里开始徒步了 我们先去2号 2号要下去 然后再上来 然后再往3号走 很壮观的感觉 走 我们已经到底了 情侣风 这就是情侣 往3号观景台走 往3号观景台走 我们要一直纯纯下去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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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峡谷里面去 石猴一条神龟温寿 往这里进去 哇 这里好深啊 我们现在进入了峡谷 看下面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 到下面 这里好多马尼堆啊 现在走在峡谷的最下面了 一线天云梯 就是峡谷出口 一线天云梯入口 从这里出去了 6点以后 一线天就不能进了 就要爬上去呢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线天里面 这里好阴森啊 哇 这要爬上去呢 这要爬上去呢 要斜的精神 胖子能上不去 我还得再瘦一点才好走 我太胖了 终于出来了 走上去 不过这个云梯看着很扎实 一点都不晃 这是第一节云梯 这里还有一节云梯呢 一共60米 这个云梯单向同行直上雾下 峡谷出口已经出来了 往这边走了 4号发生点160米 往这边走 这里就是4号观景点 就是我们的徒步终点 从这里坐那个观光车回去了 我们是9点50分下这个观光车 然后开始徒步 然后现在是11点50分 刚好两个小时 回市区吃饭了 然后下午就是 精彩丹霞 能坐车回去了 可能在说你们瞅啥 你瞅啥 还不走 等你了 现在两点钟了 我们来吃个中午饭 丁寂炒泡 这个就是泡上面 那么这边的蒜 跟我们那边不一样 更浮色的 这是我们点了一个套餐 我今天刚刚小辫子 年轻了好多 哈哈哈哈 这个蒜好辣